前几天聊了饥饿站台 三个视频五百万赞 谢谢大家 爱你们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种题材 那么今天回馈一个类似的短片 下一层 它也是以食物开场 一群人在桌上抱饮抱食 吃的那叫一个狼吞虎咽 但先别看他们 看他们的食物 好血型 盖满了樱桃 撒满了鲜红酱料 这边骨架被啃得干干净净 这边已经是内脏了 往下更恶性 这是兔子 这是贝壳里养着脑花 似乎每一样东西都带血 桌上还有鳄鱼头 狗头 豹子头 显然 这里的食物象征着残忍 说明吃他们的人并不是什么善类 果然 你看他们 个个都衣着光鲜 脑满肠肥 三个光头吃得飞快 这女人看起来像个军人 还有这 显然是王室 可以说都是顶层了 他们不只是吃 你可以看到 他们之间暗流汹涌 似乎在悄悄进行着 隐形的枪尸战争 但他们吃着吃着 突然地板裂开 整桌人坠落下去 到了下一层 这帮权贵们身上都布满了白灰 你看 像不像战争过后的硝烟 以及被炸弹养起来的陈灰 往上一看 原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坠落了 上面还有无数层黑暗空间 权贵们停下了吃的动作 似乎在反思 很快有一个满脸恨肉 一看就知道是个X的男人 觉得反思毫无意义 还不如趁现在大家都在反思 赶紧先吃几口 一个人开吃 所有人都不肯再等了 纷纷抢吃起来 这时候 侍从们搬上了更变态的食物 穿山甲 深路 甚至是一个犀牛头 桌上的食物更夸张了 看这个 看这堆东西 没吃多久 地板又裂开 他们又摔了下去 侍从们跟着来到了下一层 但还没开始准备 他们又掉了下去 再往下 又掉了 坠落的速度加快了 你看 这帮权贵互相对视的眼神 都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大家狠狠盯着对方 好像恨不得把别人都吃掉 然后他们开始较劲 较劲的方式就是狂吃 人人都越吃越快 还互相抢对方盘子里的东西 有一个格格不入的女人 她很安静 没有动快 看着身边人大快朵衣 满脸写着犹豫怀疑 第一次坠落下一层 她看见身旁一个女人 先把手上戒指抹干净 大家继续吃 她还是没有动 有个侍从想给她加食物 她拒绝了 可是侍从没有理她 就是不断往她盘子里加残 噎死你 撑死你 权贵们继续坠落 继续坠落 大家浑身都落满白灰 开始拼命抢势 吃相越来越难看 争抢的动作也越来越不加掩饰 女人看着所有人的丑态 满脸悲伤 她终于没办法再独善其身 脸上落下一滴泪水 她也开始吃了 一边吃 一边露出了畸形的笑容 很痛苦 又很爽快 吃着吃着 她还去抢人家的东西 她也堕落了 就在她堕落的同时 整张桌子掉了下去 一层一层 万劫不复 这个女人象征着什么 如果说这个餐桌是地球 每个人代表权贵 财团 资本家们 那么这个女人就代表一种 她的克制在人人抢夺的情况下 显得那么形单影智 她只能感觉到越来越饿 她的势力越来越穷 也越来越弱小 就算她想坚持高尚 坚持体面 但是劣弊 驱逐良弊 当人人都在卑鄙的时候 高尚者哪里还有通行症 所以她不得不堕落 在所有权贵都在疯狂进食的同时 这些侍从们 也不是简单无头脑 只能听命令的奴隶 你可以看到 他们其实是有自己想法的 比如这个侍从领班 全片开头就是她的眼神 这眼神里 藏着的是冷漠 明白 甚至还有一点喜悦 她知道权贵们在作茧自负 但你信不信 她恰恰是在推动这种作茧自负的进程 第一次坠落前 地板传出了嘎吱的声音 注意看 侍从们交换了眼神 领班还要他们往后退 他们知道会坠落 但他们不想跟着 领班用笔记录了些什么 说了声下一层就带着人们下去了 打扫 上菜 奏乐 继续帮助权贵加重 果然 下一次坠落很快发生了 侍从们继续下去 还没到就往下掉了 再往下一层 他们还没靠近权贵们 就提前感知到了地板的松动 于是他们先到下一层 在空荡荡的地方准备 等待着 而楼上这时候也不再体面 大家抢了起来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这一次的坠落是不会停的 这时 那个领班微微笑了起来 令人毛骨悚然 这似乎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侍从们面面四驱 结尾的镜头对准了领班 他的眼神直直盯着我们 仿佛在跟我们说 这不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它就发生在你的世界 那么侍从是什么人 他们明显是服务权贵的人 他们不断给权贵送上食物 也就是借着后者赋予的势力 剥削 搜刮 积累 最后他们的这种搜刮 使得权贵们坠入深渊 那他们为什么开心 大概因为 他们就可以取代权贵的位置 成为权贵了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读 这部短片还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细节 比如说 这个插着管子 吃不了东西的印度人是谁 比如说 这个一直跟着权贵往下掉的掉灯 象征着什么 这部短片在2008年5月在嘎那获奖 四个月后 美国的雷曼公司宣布破产 这是不是一次坠落下一层 最后一个问题 在这部短片 我们在哪 我们是侍从吗 抑或我们是那个被控制者的印度人吗 然而 最最可怕的情况是 我们就是那堆食物